台北市国际教育实施纲要正式启动 教育让世界没有距离 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主持下 台北市的五年国际教育实施纲要在29号正式启动 将在台北市各级学校实施 五年国际教育实施纲要包括五大主轴 第一是全球公民责任 要培养下一代的全球意识 记者会现场也安排学生针对全球永续发展目标 设计校内教学及任务活动 第二是国际友善校园 则是在校园建构对外籍生友善的环境 欢迎世界各国的学生来台学习 在数位沟通学习部分 台北市将在三年内将所有国小到高中的 一化教室全数完成 包括校园网络、硬体设备及软体教学 让学生可以透过视讯与外国学生共学 跨境专业协作则是鼓励教育人员 藉由视讯及其他方式与国外进行跨境合作 最后是全球移动能力 让学生利用手机就可以学习 并推动双联学制台北在地优学课程 台北市长贺文哲表示 虽然去年的世大运让下一代展现实力 让台湾更有信心和世界竞争 但是在英语能力及全球竞争力方面 台湾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他指出现在的竞争者不是坐在旁边的同学 而是在世界各国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台北市必须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城市 面对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 变成整个教育要去做改变 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具有竞争力 台北是台湾面对世界的一个窗口 应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让台北成为一个global city 就是全球的城市 还有让我们台北市民变成global city人 全球的市民 这是我们的既定政策 为推广国际教育 台北市也将增加新台币六千万元 补助各校教师带学生出国留学 希望扩展学生的国际事业 并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欧阳孟品在台北采访报道 小川 庠文